干嘛啊 驾驶车往左逼近 碰一身轮胎突然爆胎 驾驶玻璃被震破 炸进车里头 爆炸威力让轿车强烈晃动 很恐怖 就像炸弹一样炸下来 对啊 很炸车啊 像那个炸弹一样啊 真的啊 对啊 我在这边都吓一跳 刚好在挑礼物啊 驾驶脖子布满红点 都是被碎玻璃刺出的伤口 太太脖子还得靠户颈固定 儿子气氛颇纹 指控沙石车不仅超载 轮胎早就没有胎纹 驾驶更扯 驾照被吊销 竟然还违规上路 就全部刺到那个颈部 头部都流血 因为就发生在7号中午 当时夫妻俩行进屏东台 17线路上 一旁停等红灯的沙石车 突然爆胎 但缓慢移动的当下 轮胎怎么会突然爆裂 这边都有一个凸点 它如果磨爆的话 还是快接近磨到就需要更弯了 驾驶它的驾照正吊扣中 另外它驾车超载 它的货物超载6公顿 我们都已经依规定告发 那相关造势的原因 尚在厘清当中 驾驶驾照被吊扣 竟然还违规超载 而且还没有保险理赔 夫妻俩好端端停红灯 却无辜遭受波及 实在有够碎 记者张初华马家瑜评论报道 登场 请订阅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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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